35岁的台湾艺人高乙翔Godfrey 本名曹志祥在拍摄浙江卫视节目《追我吧》时不幸猝死 12月15日是他的告别是寄追思会 将近300百名亲友及粉丝都到场送他最后一程 现场不但摆放高乙翔生前最爱的篮球 门口还摆放许多小型软糖作为回礼 取代一般传统的毛巾 让现场所有爱他的人都能感受到高乙翔生前的善良与温暖 告别是在第一殡仪馆景行厅举行 灵堂以白色为基底 入口看板上写著放心高非乙翔追思会 两旁放满白色花篮 包括一人 亲友和粉丝 将近300人到场致意 来自各地的粉丝亲手折出上万个纸贺 也放置在会场 让高别是会场除了感伤 也有亲友们对他满满的爱 一大早高乙翔的大哥曹志杰 二哥曹志凯紧捧住弟弟凌卫进入会场 高乙翔的女友Bella则紧跟在后 高乙翔阳光大男孩般的个性 在圈内累积不少好人员 包括毛家恩夫妻 黑人与范范 爱丽克斯与李永贤 王力宏 孙云云 唐志忠 锦荣 明道 王阳明 李逸宇六月 李威 曲爱玲等人 都到会场送别 浙江卫视总监林永也出席 媒体上前问他有什么话要说 林永连说了两次我们非常伤心 尤其当年和高乙翔一起出书闯荡演艺圈的好友时尚F4 蓝军天 丁春成 陈绍成 四人魁为妻 八年再度重拒 却成最后一次合体 令人不胜唏嘘 陈绍成在Facebook上提到 本来一直告诉自己别难过 但看到Godfrey帅气微笑的照片就在面前使眼泪实在忍不住 行李更不停随住鞠躬留下 追思会上 一照中的高乙翔露出温暖和续笑容 宾客席两侧摆放住十多颗他最爱的篮球 来宾也会收到一份特别的回礼 有别于传统回礼的毛巾 这次家属特地准备高乙翔生前最爱吃的小熊软糖 希望大家以正面温暖的态度 送高乙翔最后一程 高爸爸也将追思会影片公开 两分钟影片中包括高乙翔下厨 跳水 打篮球 逗弄小女孩 跟小动物合照等画面 每个画面都是深深的想念 原本告别室友打算开放亲友瞻仰仪容 但高妈妈认为不宜让亲友过度悲伤 这样高乙翔也会舍不得离开 因此最后决定取消 高乙翔爸妈特地挑选爱子生前最爱穿的衣服当兽衣 灵堂的各项安排也可见对爱子的用心与疼爱 可惜亲子缘分只有短短三十五年 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人鼻酸 家绩仪式上 高乙翔女友苏香韩 坐在高乙翔爸妈身边 表情哀气 双眼红肿 大拇指依旧带住高乙翔生前的韦戒 象征生死不变的婚约 深情的陪伴至爱走完最后一程 愿他放心高飞 告别事后 高乙翔的爸妈暗习俗不能出现在火葬场 直接前往金宝山 高乙翔的大哥手捧排位 二哥双手合十 Bella也一路相随前往二殡 下午一点三十分 火化结束 高乙翔化为一缕青烟 骨灰江长绵金宝山 日前好友范范和好友们 陪伴高乙翔的父亲一起提前过圣诞节 大家用温暖的歌声取代泪水 与高乙翔感情深厚的毛家安 也在告别事前一晚相约众多好友举办球赛 一起用高乙翔最爱的篮球向他道别 照片中Bella站在正中央 身穿他生前最喜爱的九号球衣 露出难得的笑颜 相信高乙翔看到之后 在天堂一定也会扬起他的招牌大男孩笑容的吧 涌别了高乙翔 放心高飞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